莫兰迪大师的作品 他称之为世界一流的静物化大师 那么他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丰富的 高价值的艺术的这个遗产 请大家看 他的画面的黑白灰的一个效果 我跟你讲句实在话 我在当美术生的时候 大师就是大师 我就是我 大师万人敬仰 我也读不懂他 真的 你们读得懂吗 助我一句直言 你也读不懂 你只是觉得很惊奇 他为什么这样画呢 他脑子里面在想什么呢 今天上屏就告诉你了 他在想什么 他在确定黑白灰 大色块关系 白色 重色 灰色 他给他建立的非常的明朗 有了这一步关系之后 他再往下去 进行体积的深一步的细化 把灰色的这些个转折给他加上去了 听明白了吗 好到这一步大家 我都能明白 他千年画的都是那些东西 他怎么都不 他给他搞出了一个世界的 一个启发呢 你看清楚了 大师的牛逼之处 在于这一章里头 我们所有的同学都会知道 我前面这两个小罐 我看起来他就那么一回事 我也能画成这个样子呀 我大概比他还可以画得更细呀 你看他上面这些平平口口 还没有我塑造的好呢 是 人家是画的还不如咱们 我也有信心 我可以把它画得更细 但是人家跟你比细干什么 人家有旁边放一照相机 不比你细吗 那为什么这种画会给我们启发呢 它的经典之处在于什么地方呢 你不要忘记了它从什么地方来的 它从这来的 来完之后走进了中间的这一步 找灰色面加上去 让我们所有的物体再建立起来体积 建立完了之后 人家的高明之处在于什么地方 你看前面这个 它画了几层关系呀 五层吧 高光灰色 明暗交界线反光投影 结束了吧 这边也是 顾有色比他重一点点 他的高光就比右边要稍微的灰一些 这二者你明确的能够感觉出来 他们之间是有空间层次的 对不对 牛逼在什么地方啊 我敢打赌 他后面这个瓶子和后面这个罐子 这些个 一定像前面这两哥们一样 有着这么多的细节 你看人家画吗 根本也不画 他始终遵循着一个 把后面的东西给他更加的 符合我们第一步环节的 这么一个整体的效果去进行处理 大家请看 他把后面这个 都给他进行了两大关系的处理 什么两大关系 如果你一定要分的话 它里边略微有一个相对灰的 还有一个相对重的 这就是两层关系 这个也是 这个多出来的一层 高光灰色 重色 这里几层啊 后面这个两层 这里三层 这里五层 人家就在这个地方 牛就牛在这 我不需要像大家一样 画的那么的写实啊 可是我的画面的 这种的 关系 它的这种的细致 和后面的这种概括 就在我的画面里面 形成了很好的 我们经常讲的 叫做艺术的一种 对立关系 它更细 它更整 那么就会形成一种张力 这个张力 这两个是很抽象啊 实际上指的就是 这些个更细的东西 它想让我们多看一看它 其他的东西 都为它打打辅助 我们知道 在影视剧里面的 主角和配角 这二者是主角 至少说它是 一号主角 它是二号主角 这些都是打辅助的 这就一句两句台词 这些就是 入人假 入人蚁 听明白了吗 但是 它们的存在 是帮助我们干什么的 你一个主角 两个人在这里讲 我们就在一个 没有环境的 没有故事交代的 一个 历景下去聊吗 你会很少 有这种带入的这种情绪 它们这些都是为我们去组织好 整个的一个环境 一个时代背景的 同样的在画作里面 是一样的道理 牛逼就牛逼在这里 我这是在做艺术创作 我又不是在照相 我把我的理解 最精悍的 最经典的 这些个艺术的发现 给大家来画出 这张经典作品 公万人敬仰 真的 到大师这里 你就跪下得了 就是这个意思 当你读懂了之后 你就会觉得 人的欲望是多么的强大 我就想把它画得无限的戏 可人家告诉你 那不是艺术 那叫死抠 死抠又比你更牛逼的相机 你为什么要死抠呢 它这个过程里面 在展现的是一种 让我们从中看到一种 更大的局面 这叫交代了背景 又展现了主角 什么叫大师 这叫大师 这还不过让大家点赞的吗 所以它在提示 给我们的一个规律 就是组合次的规律 大的整体的环境的规律 这是它牛逼的地方 所以我们向大师去学习 我素我直言 我在我年少的时候 我在当学生的时候 我是读不懂的 我们老师们也经常说 你们去读读大师吧 但是我相信 我现在比我那会儿 要读得懂一些了 我也把我读懂的 这些东西分享给大家 分享给大家之后 不是为了让你们在这里 嗨一下 觉得很满足 我是希望能指导我们做话 但是有多少同学 对这个东西是陌生的 他懂你 你不懂他 啥意思呢 嗯 啥意思呢 我们看的最普通的 这些个东西 所谓艺术就是 还是我们平常 哪怕是人际关系也好 其实这些东西 它都能挂扣上去 讲的有些悬 但是确确实实 都是我们过往的经验 以及我们人生的一些个感悟 最终都会落到你 所有的行为上面去 其中就包含了 我们作为画画的 每一个同学 你们的作品 就代表着我们的审美 代表着我们的价值判断 而大师 在做价值判断的 这个过程里面 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普世的 可以参考的标准